好 很努力這個內控 可以活出真我的人生 但是事業上這麼順 轉轉轉你都可以 轉出個新天地 感情上好像卡關了 你有一段是交往九年結婚 三年的愛情 最後是被迫離婚 對 聽說你當時一個禮拜 就說十二公斤 因為那個其實是個 太特殊的情況 就是突然就發生 這樣一個狀況 很難接受 那就也吃不下也睡不著 但是生活還是要正常繼續 就是白天還是去上班 就是我身邊的人 大概都不曉得 就是我的老闆 我的朋友沒有人知道 包括我家人都沒有人知道 因為我們是住在 住在新店那邊 不跟家人不跟就是 我之所以沒有跟朋友講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說如果有機會挽回 我就不用解釋第二次 先講一遍 什麼事情結束 然後這次怎麼又跑回來了 那很難 所以當他們知道那天 就是我簽字結婚 就簽字離婚的那一天 對 就是我簽完字 就告訴我所有朋友 我離婚了 然後全部人開始打電話 過來 看該怎麼回事 發生什麼狀況 那是已經半年後的事情 但人生也滿特別的 柳暗花明 你當時也是因為情商 去北京工作嗎 對 我想說 對 剛好那個時候公司 也有那個項目要去 要去北京發展 對 我說好 那我去吧 在北京又遇到另外一個他 對 那個是我現在的老婆 非常非常幸運 那我們辦了 一開始去當局就辦了一個 反倒版的演唱會 然後他是 他老闆是台灣人 他們做是房地產的代銷 然後他老闆要看 所以派他來拿票 我不在公司 我剛好出去辦事 然後負責接待他的人 覺得這個人跟羅哥 他們喊我的 我給我年紀最大 跟羅哥應該會滿契合的 然後就留下了聯絡的方式 後來就約出來碰面 然後就認識 然後後來就零八年結婚到現在 很棒耶 那走過一場婚變之後 重新再結婚 你心態上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覺得女孩子 跟男孩子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 就是男生 你隨便 你有注意到我什麼 什麼都沒有關係 但是女生是會希望你注意到 而且主動幫我做到 那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女生就在乎感覺 你有沒有關心到我 如果我開口了 你在座 味道就不一樣了 感覺不一樣 對 沒錯 沒錯 其實 所以我這一次呢 其實我一直維持到現在 非常好就是 我又比較小心謹慎的 在看待這件事情 那你很棒耶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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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一直是個出之大約 我不太記事情 我是個出之大約的事情 那但是我覺得人 一定要從失敗當中 學到一些事情 不然的話 你那個失敗就浪費掉了 對 你有帶著一些 反省跟經驗到 對 一直到現在 其實我每天都一直 不斷地在反省 五十二歲的時候當爸爸 我到現在還在適應 這件事 還在適應 你什麼事情都適應這麼快 你只要適應這麼久 就像剛剛那個若寧講 我是個非常內空型的人 我對自己的要求 是很嚴格的 對 我的衣服 掛在同一個方向 掛好 照順序 所以停電 我都可以摸到哪一件衣服 不是我想要找的 我的鞋帶 你看 我鞋帶一定是右邊在上面 左邊的在左邊在上面 這個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從來沒有注意過這件事情 右邊 左邊 沒有 因為有些鞋帶 就是隨便亂穿 你不要告訴我 你那個錢是 一定人頭對人頭這樣子 沒錯 我錢一定是 錢包裡面是照大小順序 好嚴謹的人 然後有折角 我會把它攤平 然後就是照面額 頭下 一直放在一起 沒有 那是你對自己 生活上的一些要求 對 嚴謹啦 還是完全是無法控制 完全失控 因為像這樣子的情況 你只要看到 家裡沒一點亂說 你會覺得 真的 這該怎麼辦 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到現在 還在適應這件事情 慢慢地緩過來了 我兒子已經十一歲了 但是我還在適應 還在調整 然後跟他勾心鬥角 勾心鬥角 文維你怎麼看他 在這個婚姻當中 再一次重新再愛 他的反省改變跟適應 我認為其實對方 其實應該是說你太太 他一定相當程度 他有Touch到你的一個內心 你找到那種安全 因為尤其是 你是受傷的狀態 因為一般是這樣的話 會比較封閉 羅哥 你是多久 進入那個婚姻呢 再一次 我看我八年 所以也很長 八年算滿久的 非常長 所以進去的一個關鍵是什麼 我倒比較好奇 我覺得我老婆讓我最佩服的 一點是她非常的大氣 就是有一個點 那她就OK 她是個妖女 就是家裡面的老妖 她們家有四個小孩 從一個就是 備受寵愛的妖女 到一個能做出一桌好菜的 一個好媽媽 我覺得東西是相當不容易的 像我很愛吃 但是我就不會想動手去做 你知道嗎 那她是不會 然後打電話問 然後看食譜 然後這樣慢慢慢慢這樣 這東西讓我真的 非常非常的感動 因為尤其她是一個 非常喜歡自由的人 她以前是常常工作放假 她就會背包 背包客就出去玩 但是結六分之後被綁住了 這些東西其實 我很多的點點滴滴 我都看在心裡面 那所以我每年會有一段時間 是我請假 然後你出去玩 我來帶小孩 這樣就一路到現在 所以難怪羅哥剛剛講 他覺得自己很幸運 因為可以再一次 找到這樣的人 然後把自己交付 然後他也交付給你 那太難了 對 要很大勇氣 愛可以化解一切的問題